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到了 CVT 跟 DCT 变速箱 那么就有读者问为什么没有讲 AUTO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 AUTO 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少的汽车品牌使用 AUTO TRANSMISSION 还有 AUTO TRANSMISSION 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那么多汽车制造商呢 不再使用支牌变速箱而是转用 CVT 跟 DCT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成本 目前呢市场上我们比较普遍看得到的都是四速自排变速箱 因为这个技术比较成熟 而且它的制造工艺也比较简单 所以很多的入门级车款都会使用四速自排变速箱 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的六速自排的话 其实它的工艺呢就不太一样了 它的制造成本相比起呢 这一个 CVT 跟 DCT 呢也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目前呢 你在马来西亚的10万块里面的车子呢 基本上是很难看到自排变速箱的 最便宜的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就是 Mazda 2 不过 Mazda 2 也要卖到108千左右 所以这个自排变速箱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 就如我们所知道的呢 这个自排变速箱呢 基本上例如讲如果是一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它就是六个前进挡加一个后退挡组成的 那么因为它的档位越多呢 就会造成这个变速箱的体积越来越大 所以在 2000 年早期呢 虽然讲也是有这个六速自排变速箱 八速的自排变速箱 但是这些变速箱呢 基本上都是以后轮驱动为主 那个是为什么 因为后轮驱动是重置引擎 如果你的变速箱摆直的话呢 它可以允许你放体积更大的变速箱 但是前轮驱动的话 因为这个变速箱跟引擎 是以这个横置的方式来摆放 所以对于这个变速箱的体积要求就非常的大 那么呢 自排变速箱其实还有一个缺点 如果你是用这个四速或者是六速自排变速箱的话 你可能感受不到那一个缺点 那么当你使用在七速八速九速十速的话 那么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保养费用贵 这也是我一些BMW的车主朋友跟我分享的啦 因为他们的车子是八速自排变速箱 当你去保养你的变速箱更换变速箱有的时候 因为它要使用的这个变速箱工程数更高 所以导致了它的保养费用并不便宜 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变速箱呢 我觉得这一个步骤是需要的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怎样去抉择啦 那么除了变速箱需要保护之外呢 你平常在上网的时候呢 你也是需要保护 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能你不小心误出一个连接 就会导致你的个人资料外泄 那么这个时候呢 Search Sharp VPN就是你最好的伙伴呢 因为使用Search Sharp VPN 在网络游览的时候呢 Search Sharp VPN可以最大的程度保护你的个人资料不外泄 那么如果你是个包具狂门的话 你所在的地区看不到Netflix 或者是其他流媒体所播放的一些精彩记局 那么你不用担心 Search Sharp VPN 一样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Search Sharp VPN在全球拥有超过100个站点 所以想要看哪里的影片就切换到哪里去 轻轻松松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有好看法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只要在简介栏点击连接呢 并且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Automagic 那么你就可以享受额外三个月的Search Sharp VPN 服务 而且重点是如果你觉得你不满意Search Sharp VPN 的服务的话 他们可以在30天内是接受这个无条件推款的 你还等什么呢 这么好用的服务还不点击订阅吗 只需要每个月一杯奶茶的钱 你就可以拥有那么多好处 你不心动吗 那么快快点击下面的链接 开始使用Search Sharp VPN 吧 OK 我们回到正题 除了这一个保养费用贵之外呢 它的维修费用也很贵 因为在六速以上的自拍变速箱 因为它的结构复杂的关系 所以很少的汽车维修中心呢 在你的变速箱损坏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会跟你拆开来检查 去检查哪一个齿轮有问题 所以他们给你的手楼圈就是直接把变速箱换掉 所以这间接会导致你的维修成本上升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啦 那么除了成本跟维修成本之外呢 我觉得我自己更在意的这一点 就是这个变速箱的调教 因为相比起CVT 变速箱 CVT 变速箱本身就有一个很柔顺的特性 而在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呢 本身就有这个换挡块的特性 那么自拍变速箱 你要做到它进挡得宜 退挡及时 就需要厂商的功力 其实呢这个也是满倒了很多汽车制造商的一点 我本身是开过两个品牌 但是他们使用同一家也就是爱信的变速箱的车款 一款是这个Toyota的 一款是Pugio的 你不要看他们的变速箱使用的是同款 但是实际上呢开起来 Toyota的车款呢 变速箱它的换挡逻辑会非常的明明非常的迅速 什么时候该进挡什么时候该退挡 它都拿捏得非常的精准 但是对于这个Pugio的车款呢 什么时候该进挡什么时候该退挡 它都要思考人生一下 这个主要就是在这个TCO 也就是变速箱的控制软件上面的经验所导致的 如果一个厂商要把一个变速箱呢 调教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成熟 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汽车制造商呢 不再使用自拍变速箱的原因 那么目前市场上呢称得上这一个神级调教变速箱呢 我个人觉得只有两个厂商 一个就是Toyota 一个就是BMW 尤其是BMW的ZF自拍变速箱 你用过之后就真的是回不去了 总的来说这个自拍变速箱越来越少 其实都是关于成本 包括了这个调教的成本 然后设计的成本 还有制造的成本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虽然讲我们市场上的自拍变速箱越来越少 但是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例如讲一些Picca Truck上面呢 它使用的就是传统的自拍变速箱 尤其是Forg Ranger 它采用的就是比较少见的时速自拍变速箱 那么呢在这个Lexus BMW 或者是Mercedes 的车款上面 大部分其实也是采用自拍变速箱啦 那么 市场上呢 有谁拥有时速自拍变速箱的科技呢 其实目前比较知名的厂商只有三家啦 一个就是Lexus 跟Toyota 不过它们的变速箱呢 都是以后驱为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Ford 同样的它们的这个时速自拍变速箱 也是以后驱为主 另外一个就是Honda Honda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开发处前轮驱动使用的这个自拍变速箱 那么Honda 是怎样达成这个设计的呢 很简单 你有骑过脚踏车吗 你骑过脚踏车的话你就会发现到 脚踏车其实是有两个变速器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对不对 那么前驱的时速自拍变速箱呢 基本上也就是以这个设计达成的 用不同的齿轮呢 来实现不同档位的效果 你说Honda 是不是很聪明呢 不过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变速箱没有最好的变速箱 只有最适合你个人需求使用的变速箱 如果你要求的是平顺性来讲的话 CVT 肯定是最好的 那么如果你是以动力为主的话 双离合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自拍变速箱呢 基本上就是卡在中间 它是一个比较均衡的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自拍变速箱 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那么在影片前的各位呢 有多少个是自拍变速箱的粉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浅谈自拍变速箱的影片 你对自拍变速箱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在影片结束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